凌冽的寒冬让领冬之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所剩无几的食物让色庄妮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 他带领着族内最强的战士进入了雄人族的领地 目的就是要偷取半神窝利贝尔的宝物 但没想到刚进山就暴露了行踪 强大的闪电摧毁了山上的冰封 巨大的寒冰直坠而下 但痛苦只会激发奥拉夫的战役 锋利的战斧穿过人群飞往了前方 强大的敌人已经露面 正是雄人一族 为首的雄人双掌激发出恐怖的电流 宣告着这里是属于雷霆咆哮的领域 随着雄人一道电光闪过 躲避不及的色庄妮被直接轰飞出去 难道广阔无垠的符文大陆 竟然找不到一处能让族人平安繁衍的地方吗 万里之外的沙漠之中 巨大的无面者雕像傲然耸立 曾经繁华的城市已经死寂一片 卡莎和塔利亚还没注意到 地面突然裂开 恐怖的虚空生物向两人扑来 颜鹊反应及时一下将其击飞 但虚空生物从来都是成群出现 就在两人奋力反击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震动 很快整个地面都发生了攀塌 而地穴深处 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而上 两人对视一眼顿时明白 更恐怖的生物即将降临 卡莎激发了体内所有的虚空之力 片刻过后 虚空盾地兽破土而出 仅仅是巨大的体型就让人绝望 爱卡西亚暴露毫不保留的轰击在雷克赛身上 卡莎拼尽全力将这恐怖的怪物引回了地底 颜鹊催动所有魔力将巨大的雕像拉了下来 无数石块将剩余的虚空生物压回了地下 为什么神明会放任如此多的怪物出现在凡间 潘森仅凭着凡人之躯登上了巨神风 他要向天界的神明寻找答案 尽管潘森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但迎接他的却依然是藐视和敌意 在守卫们看来 这区区凡人竟敢亵渎神灵之威 然而潘森仅用拳头就教他们做人 伴随着耀眼的光芒闪过 曙光女神直接降临 看着这傲慢的天界生物 潘森终于还是捡起了地上的武器 斯巴达人是天生的战士 哪怕是强大的雷欧娜 在他面前也不够看 但就在两人熬战之时 一道巨大的星光从巨神风顶直冲而下 强大的能量直接轰击在潘森身上 片刻过后 逐渐恢复意识的潘森 看着满地的武器终于醒悟了 一切忍让和顺从都只会换来藐视 也许在高高在上的神明看来 世间的灾难反而能让凡人的信仰更加虔诚 但他们不知道 这世间的苦难压不垮人类的几个 为了族人 为了亲友 为了信念 为了所有值得拼搏和守护的存在 哪怕敌人再强 哪怕为此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绝不放弃 强大的星灵之力在潘森体内凝聚 他望向无垠的星空发动了绝技大荒星武 在此也希望视频前的朋友们 无畏艰难 永不放弃